因為青梅中含有鈣鐵這些礦物質 形成檸檬酸 蘋果酸 琥珀酸 這些有機酸有助於增強食慾 緩解疲勞 但是當青梅中的有機酸 和紫蘇中的鈣結合之後 更有利於人體的吸收 另外紫蘇中富含維生素 A C的這種營養的元素 所以他們是絕配 所以說鈣又出現 所以我們吃那個紫蘇梅紫蘇梅 這是有道理的 那時候想不通說為什麼 因為紫蘇很少 很少我們會單獨這樣吃 可是配在梅子裡面 味道真的不錯 而且最主要是紫蘇裡面 有顏色是紫紅色 那紫紅色剛好放在梅子 也可以染色 讓梅子顏色更漂亮 而且紫蘇本身有抗菌 抗腐的抗細菌的作用 所以可以讓梅子的保持 可以保持更久 不用添加防腐劑 所以其實紫蘇是個 很好的食材 而且剛才像耀耀說的很對 因為紫蘇裡面含豐富的鐵質 那青梅呢 含有激酸跟維他命C 那可以幫助鐵質的吸收 所以兩個在一起有加成作用 紫蘇梅裡面 鐵質含量就變得很豐富 很健康 而且我們台灣也有產梅 那日本更喜歡用梅子來抗癌 對不對 抗老 其實紫蘇本身就是一種中藥材 它從根 精 對 到葉 到紫 紫蘇 全部都可以用 其實紫蘇都算是比較溫性的 通常都用在這種所謂的 風寒感冒 咳嗽這些心器的 甚至也有所謂的解那種魚蝦毒 有一些魚蝦毒那種其實是過敏 那後來我發現其實在營養學裡面 它紫蘇質 因為現在發現有紫蘇油 日本油 很貴 但是它裡面就是Omega 3含量 比亞麻紫還要高的 那因為Omega 3越高 消炎的作用越明顯 所以它有這個功效的 潘老師你愛吃紫蘇梅嗎 你有吃過嗎 我是不太吃這種就是 這算加工的 但是它這個真的很有趣 你像這個紫蘇 剛剛王老師特別提到有藥用 你把中一點級打開來 他看到它就是叫做 解表散寒 刑氣核胃 所以這個核胃這個字就是說 你比如說你有這個 認成嘔吐 對不對 或者你有這個懷孕的時候 有這個所謂的疼痛 胺胎 都是紫蘇都很好 那你想看紫蘇的藥用 既然跟這個所謂的這個 讓它能夠不要 不要那麼的嘔吐的問題 那腸胃道比較穩定的 你會發現那個 這個青梅也是有這個作用嗎 它這個有一點酸酸的有沒有 那個孕婦吃下去 反而也會有一點止度 所以你把中藥的這個藥性的紫蘇 跟這個本來藥這個食物的時代 弄在一起剛好是對的 就紫蘇莓 對 所以你如果說是暈車 頭昏 吃這個剛好 很有趣 其實紫蘇莓我們自己 其實這個季節我們播出剛好是 其實就是這個盛產 這個青梅其實現在當盛產的 所以這個青梅其實要自己做 其實也不像潘教授你講 這不會像醃製品 我們自己做 就不用擔心那個什麼 因為這兩個東西 其實本身都比較有 防腐抑菌的作用 所以不需要太多的 那這紫蘇怎麼弄 紫蘇其實 要不要煮 因為好像不能用生的 對 可以用生的 就是直接用紫蘇葉洗乾淨 像我們有時候吃生魚片 下面都有墊一塊紫蘇葉 那是綠色的紫蘇葉 好人可以吃生的 了解 對 這可以吃生的 日本料理都 而且就是像人家 行家吃大雜蟹一定要配紫蘇 因為大雜蟹韓 對 它是去韓氣 那其實這個大家現在盛產買回來 很簡單 你就買回來把這個 因為它是有毛嘛 對 就用鹽巴抓一抓 像我就一大桶 就有石巾 我就大概兩把 粗鹽抓一抓 抓一下 對 抓輕 抓輕給它出水以後 那大概放個一兩天 你就把這個毛確定沒有了 你就用白開水泡個 大概也是泡個一天 讓它這個 因為鹽跑進去 讓它跑出來 才不會那麼鹹 那這樣的話之後 我們就把紫蘇洗乾淨 稍微表面再乾 那你就一層梅子 稍微一層糖 這樣子 用黃冰糖 一層紫蘇葉 一層梅子 再一層糖 就這樣醃著 大概半年到一年 其實就可以吃了 黃冰糖懂得好多 講得我口水都流不下 因為這個梅子 我一年在家裡都做一次 一次都一桶一桶 真的做 對 我們就自己做 因為這個不難 就是當它那個 產季的時候就做 因為做紫蘇梅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你要去水 要幹嘛去毛 那如果你要更簡單 你就泡紫蘇醋 紫蘇梅醋 了解 你就把它 對 只要戳掉就好了 你就一瓶這種 所謂的糙米醋 糯米醋 基本醋 那你就把它丟進去 那個更簡單 紫蘇再丟進去 泡這個就好